再来我们也来看到一个立场不一致的 就是以色列国内现在的状况 似乎军方跟他们的总理之间 也出现了一种矛盾 主要是以色列的军队进行到了战略停火 但是总理气炸了 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是通过媒体 才知道这样的状况 我们先来看到以色列的国防军 宣布在南加萨 包括是克瑞沙洛关卡 到萨拉丁公路这段的空间当中 从早上的8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东 就是暂停军事活动 意思就是暂时停止轰打这个地方 所以换算下来的话 每天是有11个小时停火的空档 当然对加萨地区的人民来说 是一个喘息的空间 但是对以色列的总理纳坦亚鲁来说 却是更大的压力 他怎么说 其实他说他是完全不可以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决策 甚至国防军的理由是 决议符合总理的指示 对拉法的军事行动不对 直到击败哈马斯为止 当中主要还是跟物资进入到加萨 出现了态度分歧 因为为什么要有这个11个小时的停火 主要就是希望 趁这个空档 可以让更多的人道物资 进入到加萨里头 现在加萨地区几乎都是废区 而且很多人都在这个 人道生存这条线上苦苦挣扎 所以ABC访问了以色列的官员 他们就说了纳坦亚胡看到相关报导 是立刻联络总理的军事秘书进行表态 所以从目前台面上的态度来上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 第一个就是呢 这个军方还有整个政府当中的态度 除了不太一致之外 还有呢 基本上以色列的总理纳坦亚胡 依旧是战役圣监 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 现在在加萨地区 的确很多人在生死存亡之间 尤其加萨走廊 很多人说它是陷入到了绝境当中 医疗系统完全崩溃 罹难人数已经超过了3万7千人之外 还有上千名的伤害 必须要赶快的运出 离开加萨地区 甚至到国外救世 否则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 刚过去的24小时内 乙军在加萨走廊又杀死41名巴勒斯坦人 也让102人受伤 加萨卫生部门公布 累计罹难人数达37,337人 可能是为回应美国施压 以色列军方宣布 从加萨南部的凯沙洛姆过境点 沿萨拉丁公路 每日上午8点到下午7点 开始实施战术停火 让等待的上千辆卡车 能运送人到救援物资进入 但9岁小女孩哈娜需要的是离开 像许多加萨伤患一样 再不外送治疗 她很可能因感染而死 逃亡了8个月 只因为想买块糖果 离开家人一下子 就被以色列空袭炸得毁容 哈娜全身20%烧伤 小脸上满是炮弹碎片的割伤 医生只能拿走碎蛋片 暂时撑起她的鼻子 但她睁不开眼睛 与她命运类似的 还有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 因空袭很可能四肢瘫痪地 受伤孩童等等 以色列当局却坚持不开放附近的拉法 过境点 让这些人只能在等待中 留失生存的希望 即使以军宣布在主干道沿线 日间停火 却没有在拉法附近停止攻击 以色列极右派政客与总理纳坦雅胡 更是痛批军方这项决策 很愚笨 无法接受 Now, according to an Israeli official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was unhappy when he heard the news that there would be a tactical pause he then reached out to his military secretary and said this was unacceptable until he was assured that the fighting in Rafa would continue Here in Rafaq I come to the mission of the rescue from near to the difficult moments that were yesterday there were 11 naval tanks eight of them here on the border at Rafaq 以色列军方与总理纳坦雅胡 分歧已现且无法遮掩 战术停火的另一个可能理由是 以军同时必须面对另一个 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场 以军指控黎巴嫩真主党 在伊朗支援下成为哈马斯的盾牌 不断侵扰以色列北部 在以军口中 以色列始终是受害者 但以离边境战事至今 黎巴嫩也有70多位平民罹难 而对于流离失所的加萨难民而言 从1948年以色列人来到建国起 至少三代巴勒斯坦人都是受害者 如今几乎所有活着的人 都是家破人亡 曾经儿孙满堂的巴勒斯坦老夫人 如今全家离散 儿女们带着她躲在汉尤尼斯一处学校中 没人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命的此刻 勉强找到一些食物 黯淡地过个节 她回忆着过去20多个家人 共度的欢乐节庆 语气里充满对以色列的愤恨 对加萨的巴勒斯坦人而言 以色列坚持在此建国 才是加萨走廊难以平静的祸根 即使停战也难解仇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刚刚看到的是纳坦雅胡 其实跟他的军事将领 还有国民军有这个观念上的分歧 还有作风上的分歧 但现在呢 最近消息要带来掌握到的是 纳坦雅胡也确定要解散 由六名成员所组成的战时内阁 这个原因呢 当然还是跟之前所谓的 这个战时内阁当中的国防部长 以及中监派的领袖甘死的 之前表态是有关系的 这个是我们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进度 由路特社的消息提供 也带大家一起来掌握 再来我们来看到的就是以现在来说 真的大家在生活开销上是越来越贵 越来越多 尤其这个2024的生活成本 包括这个全球最贵的城市在哪里呢 其实听起来大家会觉得也没有太意外了 包括第一名是香港 第二名是新加坡 再来呢 包括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都是来自于这个瑞士的都市 另外其实整体的趋势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说都是一个东降西升的态势 因为呢在当中的排名当中 欧洲的生存成本 还有在这个都市里头必须要花的花费 还是明显偏高的 相对来说东方的城市 像是上海啦北京啦 也都是下滑的态势 但是我们要带大家特别关注的 就是大家也非常喜欢去的 就是49名的东京在这一次呢 调到了第49名跟去年相比 调了30个名次 当然为什么下滑的幅度会这么多 还是跟这个日币贬值有关系 另外台北是排在69名 跟去年相比是下滑了12个名次 为什么会有这些排名上的波动呢 主要还是跟通膨啦 汇率有关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日本东京 还有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影响 还有居住及交通成本 都会让这一些相关的排名有所活动 但是其实也影响到住戏 这些大都市里头的人们 因为你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下降了 而且呢薪资福利营运上升 就会影响到大家愿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工作 还有跨国集团如何调配他们人才的流动跟能量 这样子的生活成本危机呢 也导致这些大都市 尤其是排名网间的都市是更难留财 也衍生进一步的缺工危机 再来我们说到这个居大不易 在这个大城市里头生活 有时候这个花费真的要斤斤计较 但是呢最近大家网络或是看一些这个网页的时候 有没有一直被618的购物节疯狂打到呢 但是618购物节在中国大陆 现在的买气是明显偏冷的 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在消费信心方面真的不太够 但是在今年也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景象 就是高贵的精品这个价格下调 但是一般的民生物资像是大家很熟悉的泡面啦 还有其他的这些食材等等反而是逆势上涨 美国媒体CNN报道 由于大陆经济低迷 现在的消费者都偏好低价品 不只本土连锁品牌降价 包括西方速食麦当劳 苹果手机 电动车特斯拉 也得杀价拼买气 人人紧缩荷包导致今年大陆电商平台618购物节 买气直直落 外媒彭博社报道 即使巴黎世家 凡赛斯 纪凡希 巴伯利等精品 祭出空前折扣 甚至下沙超过五折都未必能激起民众购物欲 618购物节还有贵州茅台大促销 包括往年一平南球被炒作至天价的贵州茅台 今年却罕见连续跌价 年初散平批发价还在新台币一万二 但到了六月中旬已经跌破新台币万元关卡 引发黄牛恐慌性抛售 但这些故意想想的非必须品降价 老百姓无感 反而是穷人三件套 泡面 可乐 榨菜 逆势调涨才叫人吃不消 康师傅泡面含涨 被称为下饭神器的培林榨菜也涨价 另外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也通通变贵 原本全部买下来 最低只要新台币四十元 但现在想吃满穷人三件套得花上六十块 让基层百姓的荷包再度缩水 TVBS新闻综合报导